中山大道排長路,上班落班人空腰,快速公交BRT,能否提出離市民? 廣州的BRT工程從2005年1月開始輪跡,廣泛責專家和市民的協見之後,手段試驗段終於開工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最高興日,莫過於是在中山大道生活上班的市民 正在傍晚六點的廣州大多,心情實在是有些糟糕,不知道前年就緊張 降空時間一度,降頂的人流車樓也就準時出現,中山大道上班高峰的室車早已是先出結婚,不室車才算是生活 一般都會塞車,沒有一次例外,那塞車的時候,如果是暈車的時候,特別難說,讓我很怕不得自己下來走 對中山大道路況感受最深的就是居住工作都是現線的上班一族 才仔在剛頂的太平洋電腦城上班,在堂下中屋住,每日上班就是他最頭痛的事情 我們是9點10分才整班的,即是我們8點半親門,即是差不多要花一個小時時間 要坐車了 從電腦城到堂下先4-5公里的路程,但是在車場的時間,就起碼要半個多小時 才仔說,塞車就算了,最慘是逼到死 他說,幸好他是男的,如果是女的,都不知道應該怎樣逼上車 最迫,就是你站在車上就不用扶手,兩手就這樣,就不會抖的 整個人就不會抖的 從6點下班的話,我要到9點的時候才會到 這個女生就是因為不敢迫,等車往往是要等很久 於是天天過著朝六晚九的生活 根據不完全統計,中山大道延伸有128萬居民 每日公交車的運量達到65萬入次 幾十條公交線路,都未能夠解決人員的出行問題 才仔說,這樣逼下去也不是辦法,他有點頂不住想搬屋 不過廣州的快速公交BRT工程終於開工 而且試驗段就在中山大道上面,令他有重現了希望 即是你上6班,神神烈烈,即是用最短的時間來達到你最想要的目的 即是誰上班的時候,你想用10分鐘,即是按照你的疑訊時間 能夠10分鐘來到這裡,這樣就OK 最希望就是這樣的效果 才仔對政府花十幾億建築的工程是基於厚望 不過實際上就並不是很清楚BRT究竟是甚麼 是否真的能夠為日日塞車的中山大道提速 假如一個乘客每天在這個線路上 他如果是需要花一個半小時的話 那他現在只要40分鐘就可以了 遙漢中段小梅蘇卓君是中山大道快速公交試驗性工程項目設計組的成員 他們說這段BRT建成之後,能夠承擔50萬人次的運量 中山大道的公交車速可以從每小時11公里提高到25至30公里 也就是市民搭車的時間至少可以省一半 不過要實現這個目標就並不容易 首先要為BRT開設專用度 碟就是在現在的路中間提出雙向兩條車道 專攻BRT車輪行駛 同時車站也都設在路中間 乘客利用天橋、隧道以及斑馬線入閘 那麼最主要的方式是停天橋 然後進入這個車站 那麼不同的線路會停靠在不同的這個停車子站裡面 那麼它要在這個下去之前是這裡是有一個詳細的指引的 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車是自己停在的 1號站還是2號站還是3號站 那麼之後就進去這個車站 然後先買票 就是那個數點票區 就像地鐵一樣 就是它可以通過那個投幣 也可以通過楊童通刷卡進入這個車站 進去之後呢 就所有停靠的那個線路都是可以乘坐的 就不用再買票了 那麼就是像地鐵一樣 那車一來 車門一開 安全門也會打開 那就可以上架 快速的上架 未來江頂、石牌、車碑等BRT車站 就會跟地鐵站接駁 以方便市民轉乘 BRT還將考慮踩單車的市民 在全線的車站設置5000個單車的停車位置 對於人行道也會作業改善 還有沿線會有連續的自行車道 同時結合我們的車站 還有地鐵車站 都會做那個自行車的停靠站 就是說自行車的保管站 那麼以後大家 現在很多居民 市民也會用自行車接駁地鐵 上架單馬 那以後也可以用自行車 再接駁我們的BRT車站 BRT還將使用18米長的車輛 每架車可以容納180人 是現在公交車容量的兩倍多 平均800米就有一個車站 每架分半鐘就會有一架車入站 而且運營線路和基本站點是沒有減少度 只會將不同公司走同一條線路的車整合起來 令市民搭車更加方便 更加能夠避免幾十架公交車排長龍入站的情況出現 為了節約資源 以後BRT系統還將會有遠程監控 調節車輛的入站 專用通道然後加上一些遠程的控制以後 可以提高效率 是高峰期的時候 接著哪一個站的人特別多 我可以調動更多的車 快速地進入這個站 讓乘客上車 當然如果是說能改善交通的話 肯定大家都期望 不是我一個人期望是不是 大家都期望廣州的交通能更加好一些 更加完善一些 BIT比現在的公交車更安全 舒適 美觀 快捷 乘公交車的市民很開心 不過其他開車的人就有意見了 開轉用道 就等於將中山大道現有的車道變窄 結果可能是公交車變暢順了 其他車就失得更厲害 無論如何佔了一條車道 減少道路之前對其他車不是有影響 本身中山大道平時都比較失車 現在再另外搞多條路之後 我就覺得不是那麼好 設計組就解釋過 其他車完全不用妒忌公交車的等級 其實現在中山大道失車 很多時候是因為公交車太多 佔了幾條車道 和他們開專用道就是為了改善公交車 侵佔太多道路之間的現狀 根據評估就是我們這個系統內 是可以吸納進去超過85%的線狀的公交車 所以就是對小汽車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改善 因為現在有很多公交車的小汽車是混型的 那麼將來就85%的公交車 是可以被規整在這個走廊內行駛 那麼外面就幾乎沒有公交車了 專用道在路中間 其實是莫公交車站也都要搬到路中間 設計分案當中 每個車站都是港灣式設計 重設有超車道 那麼勢必佔用兩個車道以上的道路之餘 就好像一串巨型的冰塘湖魯 放在中山大道中央 市民都擔心 這些地方會不會成為新的交通黑點呢 那麼像線狀它是雙向八車道的 但是像以後我們車站 需要把那個60米都拖出來的 我們是先把先把線狀 這額外的那10米先拖出來 那麼中間的交通是不影響 還是按照線狀一樣 我們先在外面先拖出來 然後拖出來之後 那個就做一個臨時的便道 給行人跟車行走 那麼做出來之後 那個車就往外移 然後中間就可以把它圍避起來 進行我們的車站的施工 那麼這時候也是保證 那邊沿線還有這麼多的車道 給車輛通行的 設計組說 現在正在施工地 在進點花園路段 就是在做著托闊道路工程 還會將現有4米闊的車道 壓縮成3.5米 保證 就算拼出BRT專用度 其他車輛至少還有6個車道通行 不過設計組也承認 在有立交橋的地方 就會成為以後的平頸 如果還是堅持BRT有專用度 等於橋上變成單向一車道 萬一發生交通事故 就肯定失死 因此 這些地方只能夠維持路面現狀 用交通燈的調節 比BRT車輛先降 好多人都覺得BRT的設計 明顯傾向於保證公交車的順暢 有可能會犧牲其他車輛的利益 設計組就認為BRT工程的天賜 確實有重新分配路權的意味 而廣州交通問題的解決 最終都要依靠公交優先 如果人們都喜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多過自己開車 或者你就不會天天再失車了